但你先說說美團 我覺得業績絕對是對版的 如果你說外賣或者到店分佈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不需要太多說 你看到收入的增長其實都是非常之勁 保持著 而且是很平穩的 基本上已經是三個分佈裏面 這兩個已經可以說是不需要投資者太過擔心 或者市場上的著眼點 都未必是放在這兩個業務分佈裏面 比如你說外賣餐飲這些基本上都已經 已經是Proven了 已經Proven了是贏了惡鳥魔 除非突然之間有一天 它那個貴族上面看到的數字真的差得太遠 真的可能被惡鳥魔搶回一些份額 市場上才可能會有些震盪 有些擔心 但是到目前為止是看不到的 我自己去看 主要看兩種東西 我覺得它可不可以有這個理據 有沒有這個邏輯去繼續去消錢 第一件事就是看它那個新業務的收入上面 是不是真的交到功課 第一件事 如果它那個收入的增長上面是怕不到 或者是不能夠令到市場滿意的話 其實你燒錢的這個邏輯就不同了 我燒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可以取得那個收入 他早有一天我去到某個用戶的數量 或者市場規模去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將它變成一個收入 或者是有一個變現的能力在這裡 如果你說真的叫做三個分部去拍去看 新業務好像你所說 暫時這三個分部裡面 新業務那個收入那個同比的變動 其實是163% 其實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說比較在去年 或者你按季比較去今年的第一季的時候 其實那個增幅最快的都是新業務這個分部 所以第一件事我覺得這件事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最重要是你掃回來是正數的而已 有正數的 但是也都看過它下面 就是它燒錢的原因其實都是合理的 是 因為它譬如你說看它其中一個規短率比較大的 就是92億就是新業務的分部 當然有些人就會覺得另一個角度看就是 你去年同期都是在說虧15億 你現在已經在虧90多 其實這件事叫做虧損擴大了 但是你看看一件事就是 因為其實他們自己的Q1都已經說了 就是當然了 去年已經說了今年基本上幾個季度都會是虧蝕的 但是上一個季度Q1的時候 其實都說了Q2的虧損 其實一定是會加大 原因是因為他們會 就是Q1過了 就是4、5、6月的時候 他們主力其實是鋪多一些 就是關於冷鏈物流的東西 就是多一些的倉庫等等 所以其實你在它那個業績裏面 其實你看到就是 他們管理層自己都有交代到的 就是在那個冷鏈上面 就是你看到他們自己都說 在全國的範圍裏面 做了一個冷鏈物流等等 其實他們是做回Q1所說的 或者是叫承諾過 或者是不錢怎樣去用 其實它是 不是亂吵消錢的 是的 即是寫到的 另外一個就好像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我去燒錢去補貼或者怎樣成的 我是不是有一個活躍的用戶的數量上面 是交到出來的 那麼這件事情 其實你看到那個交易用戶的數量上面 其實就是Q1去看的時候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你看到其實 不要說只是美團 你計算其他的Tag股 其實他們那個活躍的用戶的數量上面 甚至你說電商最厲害的 你當阿里巴巴也好 京東也好 拼多多也好 如果你只是計算那個活躍用戶的數量的增長 美團上一季是增長了5千多萬戶 其實完全是領先了 是的 沒有一間的Tag股可以交到一個按桂 有這麼高升幅的一個活躍用戶 或者是那個用戶的數量 去到現在都是 你看到2021年Q2已經在說 其實你看到那個數量上面都是增加 已經去到6億2千多萬 其實這件事你見到 就是之前市場一直都是被人咎病的一件事 就是它那個用戶的數量上面 好像那個增速 即是按桂的增速慢慢放緩 好像去了一些瓶頸那裡 一些瓶頸那裡 但是你見到由去年 真的叫做年中開始宣佈 準備去進入這個社會團購開始 其實由去年的Q4 去到今年現在截至到Q2為止 其實你見到他們按桂 無論是同比也好 環比去比較也好 那個交易用戶的數量 其實一直保持增長 甚至像剛才阿林所說的 就是今次你見到同比 都差不多去到四成那麼多的增長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兩件事 就變成了就是 支援到你見到市場上面 或者整個社區團購裡面的市場 第一如果它一路燒錢的時候 它是換回人流回來的 如果它是換到人流的時候 其實它很多不同交叉銷售上面的 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除了那麼多的用戶回來 也都見到在新業務的收入上面是多了 就是說那些用戶 進入完之後 其實是光顧了美團的 是會有的 如果它之後是有一個所謂的 用戶黏性提高的 或者能夠令到它 重複購買的頻率 那個次數是提高的話 其實新業務的分佈 也都會繼續有一個多高速 或者是跑贏其他業務分佈的增長 我覺得如果現在來計算 248元 我覺得你去購買的話 容易做止蝕 你跌穿 244那些位置 差不多這些位置就做止蝕 即是你購買那幾元容易 是的 我也是 我昨天買了以後就是購買這個 是的 這樣就會容易操作 因為如果你回到下面 只蝕一百八十多元的話 其實現在就真的遠 如果你找到一個 這麼近的操作的位置 不是每次都一定是 純粹是從業績 或者是從基本因素去看 如果你說 看到短期真的有一個 momentum追上去 我覺得都可以有一個 直播出手的機會